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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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菲利塔依依 今天的故事是 《碎了的石板》 《全心节》是在诗篇86篇5节 经常记着说 主啊,你本为良善, 乐意耀术人 今天的信息是 上帝随时遥述我们 伊茜就向妈妈小小声说 妈妈,对不住啊 我应该要听你说话 但是我走了去打机 没做到我份功课 请你原谅我 我当然会原谅你啦,伊茜 妈妈给了她一个拥抱 但是现在你变了持交功课 所以你说是否应该一早听话呢? 以色列文伤了上帝的心 他们犯了严重的错误 要来跟上帝道歉 上帝会怎样做呢? 上帝在西乃山 将十条戒命告诉他们 他就吩咐摩西到山上 上帝有很多指示 要交给摩西 他希望以色列文 将十戒放在他们每日的生活中 上帝和摩西说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更仔细地将十条戒命解释给摩西 上帝还用指头 将十戒写在两块大大的石板上 摩西去了山上很长的时间 整整40天 差不多六个星期 人还以为他不会回来 以色列文就来到他的哥哥阿伦 阿伦!摩西已经去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还有他发生什么事 是他把我们带出埃及没错 但是他现在离开我们 我们想要一个我们能够亲眼见到的神 就像埃及拜的神一样 阿伦知道他们的要求是错的 但他很害怕这些人 所以阿伦就跟他们说 你们回家说给所有人听 带些黄金给我吧 阿伦就将黄金融化了 造成一只金牛毒 所有的以色列文都一起欢庆 这个才是我们的神 他们大喊 这个就是带我们离开奴隶生活的神 这个神会带我们去新的土地 阿伦知道他做错了 他知道他和所有的以色列文 违背了第二条戒命 就算是这样 他仍然想要阻止人们完全的偏离上帝 他在金牛毒面前见了一座祭坛 他就和会众宣布说 明天我们要为上帝举办一个庆祝会 但是他这样的举动只是令事情更差 第二天一早 那些人起得很早 他们带了很多祭品给他们新的神 那些人在唱歌跳舞 喝喝吃吃 阿伦说过 我们要为上帝举办一个庆祝会 但是现在人们看上去只是愿意为他们的偶像在宽腾 摩西这个时候还在山上和上帝对话 上帝突然跟他说 你快点下山吧摩西 以色列民已经违背了我的律法了 他们做了一个金牛毒的偶像 他们敬拜那个像和献上祭品 摩西就快点下山了 他带着上帝亲手写下的那两块特别的石板 他走到一半的时候 看到他的帮手 约书亚 摩西就和约书亚一起听到很大的声音 听下去像是营里面有打仗的声音 是不是有人攻击以色列民 约书亚文 不是 摩西说 这些不是打仗的声音 也不是人们哭的声音 而是他们唱歌的声音 他们继续讲道 当他们到达营地的时候 摩西见到这只金牛毒 他见到上帝的子民围着他跳舞 他很生气 他把手上拿着的十块石板 丢在地上 丢到一地都是碎片 摩西祈求上帝 原谅这些意识列民 上帝又确实原谅他们 因为上帝爱他们 甚至在他们做错的时候 今天的我们也一样 如果我们真心认错 上帝也会原谅我们所犯的错误 我们所应该做的 就是向他祈求 如果我们亲近他 我们就能明白他的爱和原谅 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